记者洪素金台北报道,于祥全作,21,经报忧郁症复发,横文基溶解政治数破签,直接住进荣总精神病床,而稍早李亚平也证实于祥全近期长自言自于碎念,我害了子子,一开始以为他不知所云,后来才发现是因于孝平初选落败,外界抨击是他害的,他压力过大,无法释怀, 今张飞录制华氏综艺非常赞听闻于祥全如此,张飞一脸露出心疼神情,凭说于祥全就是太在乎别人的眼光,也无奈说没办法,于天和李亚平都太红 张飞表示自己时常去于天家做客,认证于祥全十分孝顺,很听爸妈的话,本质很好,他就是太在乎外界的眼光,太急于证明自己,更替于祥全缓夹值前去夜店和人打一架一事,坦言谁说因为公众人物就不能吵架,有事情就是要具力力争啊。 另外降到靠罢名号,张飞无奈说这根本是莫须有的罪名,新二代真的不好做,表明自己有空会去于天家关心关心他。 张飞安慰于祥全因为自己身份特殊,自己有些砍要过得去,但因为小孩是个体,有时候交给别人交或许会好一点。 张飞表示自己也不太管张少怀,要让小孩自己去面对,鼓励于祥全在演艺圈走出自己的路。 张飞今录制华视综艺非常赞。 华视提供于祥全。 记者胡顺祥社。 记者胡顺祥社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